这是牛津第13集托尔金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托尔金的母校 她就是从这里所毕业的 她是伟大的英国作家 也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的教授 当她毕业之后 她就开始写作的生涯 而且在她的作品当中 我认为她的很多很多的 类似像子环王 魔戒这种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来认识托尔金这个作家 其实她是一个有点像英国的武侠文学的一个作家 那在她的作品当中 并不是完全都是以基督教为背景 但是基督教的思想是不可缺乏的 在她的思想当中 在她的作品的思想当中体现出来 比如说魔戒当中最重要的谈到的一个issue 一个问题就是恶的问题 这个恶到底从哪里来 虽然作者没有回答 但是你会发现托尔金始终让我们看到 在魔戒的作品当中 这个贪念 这个人的欲望 人的那种邪恶的那种势力 一直在影响着人 但是这个邪恶到底从哪里来呢 托尔金并没有给我们完全的解释 也没有告诉我们 它的根源到底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这个思想 它的整个的魔戒的描述的思想 是跟基督教是非常吻合的 因为托尔金所要表达的是 恶实际上是善的缺失 这是中世纪以来 天主教甚至后来的基督教 甚至再往前 奥古斯丁都有这种思想 什么是黑暗 黑暗不是黑暗 黑暗是光明的缺失 什么是罪恶 罪恶其实是什么 就是善的缺失 恶就是善的缺失 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在牛津 一起站在他的母校面前 我们再去思想整个 不管是托尔金 不管是子皇王 不管是他的牛津的这个学校 不管是基督教 还是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 整个的欧洲的文学 整个欧洲的思想 整个欧洲的历史 整个欧洲的大学的教育 都是跟基督教分不开的 感谢观看